大家好,欢迎回到新的习惧视频的情报室 刚刚在NikonSmooma.com有一篇文章挺有趣的 就是说Nikon将会在未来CP Plus有个正式的公布 就是会正式的授权副厂可以在Smart上出AF的镜头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在NikonSmart上 如果你出手动镜是OK的,没问题的 但是也不跟Nikon直接竞争的 所以很多国内的品牌,拆金像,韦卓 甚至是日本品牌Cosina推出的Frurundar 都会在Smart上有手动镜头 而且Smart的鞋口比较大一些 还有范围距比较短一些 也很适合出一些转接环 然后将不同的镜头在Sony E-Mine那边 或者在其他不同的鞋转接过去 新的策略会开始意味着Nikon会走这个Sony的步伐 容许副厂在它的平台上出一些镜头 大家不知怎样看 我个人觉得这个策略是好事 现在Sony来说 其实基本上 除了自己Deford那71G E-Mine的镜头之外 我想也有超过50支不同的副厂的品牌 例如Toukena,Terno,Sigma 甚至是Frurundar 其他不同的牌子 可能国内的Witcher 即是在上面 甚至是Calsas 都会可以出到不同的镜头 而且有AF的功能 但是Nikon今次也做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动作 就是 不会直接和它原厂的镜头有竞争 换句话说 例如原厂出了一支7200 2.8 那你未必会在副厂上看到一支7200 2.8 在Zmark上出现了 但是不同的定位、不同的焦距、不同的光圈 其实可能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个通用的 那你见到Nikon近来会比较大的动作 就是它用了腾龙设计的17-28 2.8 那这支是我想在它原厂来说 它暂时未有 14-24那边 那还有其他14-30都是不同的焦距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28-75 那它又加了下去 那但是也有原厂的 又不会和原厂的24-70去撞的 那所以你会见到 之后也都有73-180 那也都不会和Nikon原装Z S-Line的70-200 2.8 去定位上去撞的 那我想经过不同的厂本身是合作、协调 那出来的感觉就是 会令到整个SMR呢 就应该不会在镜头之间直接去做竞争 那我觉得甚至 就算有不同的镜头去做直接的竞争的话呢 那之后可能都会用不同的卖点 例如是拍片啦 例如是光圈不同啦 例如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啦 可能是移軸、微距、放大率不同啊 那或者光圈小一点啊 或者是Power Zoom啊 那这几方面去加下去 那所以就变成SMR呢 即基本上你买到副厂镜头 和Nikon原装镜头重复的机会呢 相对之后应该会比较小一点 那而且每一次可能 就是每一家厂 每一年定的World Map去出的新镜 那都可能会和你赶紧去谈 那有好有不好呢 其实好就是大家会多个选择啦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例如有些镜头 例如腾龙的35音0 例如Sigma的668 那样 就是新的那款 那样 你会见到如果在Smart上面出呢 那可能都会挺受欢迎的喔 因为原装暂时未提供 或者甚至之后都未必会有的嘛 那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啦 那但是有些镜头就其实是都 你见近来呢 厂商都花盡心思去做一个不同的设计 例如腾龙有支2040啦 那也都有28-200啦 就是一个比较大肝圈的天牙镜 质素比较好的天牙镜啦 那而TOKINA 好像昨天那个节目也介绍过啦 有些不同的反射镜啦 600mm 900mm啦 那这些都很适合在Smart上面用的 那虽然就是反射镜没有AF啦 那但是整体上来说呢 其实之后你可以预期2023年呢 你讲Smart那边会多了很多不同的镜头去用 那还有呢 也都因为就是 就是跟原厂都协调过 那所以开放上面的技术 例如是不同接点的Protocol的沟通啦 那你会发觉呢 可能将会 可能接下来之后呢 就是不同的厂商用的架构 例如是那个 upgrade firmware的机制 那还有用机身那个 就是变形的修正啦 那还有就是可能有些 配合回机身的 例如呼吸效应啊 例如就是 就是 对焦系统啊 就是去控制 怎样去做 那个变形啊 过动啊 色差啊 修正啊 那也都会加进去 那总体上来说 会好过现在的现时呢 但是靠手都不转接过去 而令到就是 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需要做 后期的修正啦 那Nikon 走这一步 证明它们来着都觉得 整个市场是成熟 尤其是去年 就是 出了Z9啦 那结果反应不错啦 那Z App C本身也是入门的市场啦 那可能来着今年会有 ZApp C的fullframe版啦 那或者是一个 Z8啦 所以估计 那也都会比Z7更加高 那所以 在不同的层面上面呢 今年Nikon 是要着意去 扩阔市场 所以Nikon 就选择走这一步 其实无独有偶的 最近富士也都增加了 这一方面的 就是 的认可 你见其实富士都开始 会有附送了 腾龙的1838下去 17 70下去啦 那虽然富士来说 跟Nikon比 可能那个MarketShare 还是比较少一些啦 也都是APSC啦 但是 对于 就是厂商来说 其实都是整理上 会觉得 如果有副厂 镜头 参加 他们呢 那其实都是welcome的 那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啦 那 如果以后 会不撞的 会不撞的 其实你想想一下 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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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PackFord上面 都不是很多镜头 是跟原厂去撞的 即 Sigma有2470啦 那但是 就 塵隆都避了2875 會 反而很多设计师 会用很多不同的倾向 去做一些镜头 会宁愿比较小一些 放大率比较高一些 新的对照效应 加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例如最新的Lens Security 可以给你去控制不同的功能 塵隆这方面 会希望将那个镜头的价值多些 也都令到用家可以玩得多些不同的东西 而塵马就可能会有些定招 例如是21.8 例如是24.4 例如是31.4 51.4 那些有机会就会跟原厂撞的 那 那 不知道 我就会想 不知道今次 都挺受欢迎 在香港挺受欢迎的韩国的Sam Yang 会不会都可以拿到授权 那拾木二代 那看Nikon到时候会公布 那 那藤隆就应该做什么的了 因为其实已经偷布了 即两家公司的关系很好 所以就已经给他 出原新的第一支AF的7300 而塵马呢 暂时还未公布 那可能都要等公布才行 那 那而TOKINA就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真的 这几年出镜比较慢一点 那但是整体来说呢 我都觉得 Nikon今次走这一步呢 对于很多用家来说 尤其是Nikon用家来说 都是开心的 因为当你想想 那 有原新的35150 2-2.8 在Nikon Z9的机身上用呢 其实是一件 真的挺开心的事 那之后不知怎样了 那但是 就整体上 其实副厂都有很多 不同的镜头呢 即是真的 现在的设计来说 是挺新铮的 而且效能都挺高的 那而且 怎样都会比 Z9的镜头 便宜很多 那这个就是 一个吸引的卖点 那也都 可以有得选 那 那变得和Nikon 即是变得和Sony Eman 是一样的 那 令到整个Z9的 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 港湾性 和这个 包容性 亦都会更加好 好 那今集节目时间 就是这么多 那先说到这么多 那明天我会说一下 有关Canon 将来全民的新产品 怎么看呢 那其实有点点乱 但是这次就 很明显看到 它会很focus 在APSC的机身上 那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那但是 就 沽且 即明天再去找多些资料 再和大家评论 那今集节目时间 就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 拜拜